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大家知道米其林今年2020年 除了台北米其林指南之外呢 还要到台中做评鉴 所以今年呢 听众朋友呢 如果有追上2020的米其林台北台中指南的话 就会发现变得非常丰富 整个台湾的餐饮界热闹滚滚 我今天在节目现场邀请到这位 特别从台中上到我们超级美食家的 金月轩行政总厨黄志龙黄主厨 来跟大家聊一聊 很多很多消费者心目中认为台中最好的 粤菜馆的主厨 黄主厨先跟大家问好 你好你好 黄师傅黄师傅你从哪里来 我从香港来 我怕他会回答我台中 不是啊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你是香港人 我是香港人 你什么时候来台湾的 差不多六年多了 差不多接近七年了 金月轩有六年多了吗 对啊 有六年多了 所以你等于是来台湾工作 就是留在金月轩 这是你的第一个工作 第一个工作 那你在香港是做什么 在哪里 我之前我之前呃什么城市的餐厅都有做过 然后饭店啊餐厅啊呃小型大型的有做过 我来台湾之前呢就去了首尔 首尔 首尔两个饭店 韩国 对韩国首尔那边有带留六年多才才来到台湾 也是做粤菜 对 也是饭店里面的中餐 好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台中的粤菜餐厅 听听 呃我自己其实对于金月轩 听众朋友很好玩 我没有吃过金月轩 呃可是呢 宝师傅身边的一些有钱的朋友 好 我看他们的脸书经常在po金月轩 所以我有一个机会 我碰到了金月轩的黄志龙黄主厨 我就忍不住说天哪 为什么 可以收服好 这些很爱吃的人 很刁钻 对吃很刁钻的人 这些客人的嘴 我说我一定要请黄主厨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来跟大家介绍台中的粤菜 台中的餐饮 黄主厨今天很妙 黄主厨今天告诉我说他休假 可是呢 听众朋友我现场香喷喷啊 香喷喷啊 我要跟大家讲好 笑了 他现场给我带来两道菜 这两道菜呢 就是告诉大家 为什么懂吃的人呢 会来到了金月轩 就会被收服的理由 黄主厨你告诉我第一道 第一道一开始呢 黄主厨呢 在摆盘的时候我就说 我内心的OS就是 哇这个是厉害 这个是顺德明菜 这个是功夫菜 这个是大梁炒鲜奶 我可以这样讲吗 是不是 是这样讲吗 我不知道讲错了你就这 不会不会不会 然后可是呢 紧接着呢 他居然拿出了炒燕窝 我一开始我想说 这一定不是粉丝 可是呢 能够炒得这么干爽 肯定是燕窝 所以呢 黄主厨你给我们超级美食家的听众朋友 带来的第一道菜是什么 那个金薄鱼义乳虫子 这个是什么 因为我这个国语还好 这道菜是什么 怎么讲 怎么说 不是因为这个国语我不会讲的 金薄燕义乳虫子 玉虫子 我给你看 是不是 因为他的国语没有很好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刚刚黄主厨有在讲 上面撒满了金薄 金薄不是一点一点 就是这个 对啊 黄师傅我问你 这个金薄是为了我们超级美食家才撒那么多 对不对 不是啊 还是他本身就是这样子 我们平常在卖也是有这样撒的 就好像是满天心这样子撒下来哦 黄主厨现在给我看他的这个菜单 你知道 给我看一部分的菜单 我们先聊一下这道菜啊 其实这道菜结合了两个技法 对不对 对那个就是就是这个这个这个胆白 蛋白要先先炒了 然后再把这个烟窝再加进去 一起一直就是斑 一直斑这样的 然后最后最后再加上一些就是 就是白白就是青菜白色 然後再把這個金箔塗上去 我們來講一下炒鮮奶、炒蛋白 我們來講這道 這道菜你練了多久才學會? 很快 沒有啦 我15歲就廚師了 現在45了 30年了 真的假的 你的年紀 我發現做廚師的皮膚都看不出來他真實的年紀 如果大家有上到Youtube看到黃主廚的樣子 這是有真聯的效果嗎? 你已經入行30年了 對啦 今年30年了 對啊 然後 都是要我們從學頭之後 每個位置不同的位置做 然後要做 如果你要做到一個程度一個公里 最少要十幾年以上 你的意思是說如果今天是刀工 我就要在刀工一直練 對不對 其實我們每個位置都會帶一段時間 沒有砧板的 還是精龍那邊 還是老子那邊 我們每個位置都會帶一段時間去學不同的東西 每個廚師都是這樣訓練的嗎? 我想不是 如果 看你有沒有這個心去學東西 如果你想 廚師本來就要強勁一點 你才會做到 你的發揮的東西 以後你就會做得更好 然後 你對刀工的應食啊 還有心得啊 經驗啊 所有東西才可以 所以黃師傅 所以黃師傅 所以黃主廚 你十五歲的時候 其實就很喜歡做菜 對不對? 十五歲 剛十五歲的時候 還是被迫進廚房 不是 是一些 那個時候 都不太想讀書了 然後出來 想找工作 然後一些 一些 就是我爸爸的朋友 他們 也受到我媽媽的影響 以前他就經常在家裡做菜 然後呢 我也喜歡吃 然後 我也 也 喜歡 吃飯 對海鮮我也特別喜歡 嗯 然後 然後後來有機會朋友 爸爸的朋友介紹都 把我介紹都 都 就是 以前 香港叫九樓 九樓 就是 就是一些 辦 分煙啊 飲茶啊 點心燒賣啊 烤衣 什麼都有的 這種的 然後去學 就學 就 其實那個時候 就想換工作了 換工作 換地方 換工作 這樣 這樣才有 工資也比較高啊 不是 可是你換工作也都是在酒樓餐廳 對 都是在餐飲間 對 餐飲間 可能那邊有不同的位置 我們就找到不同的地方 你好聰明喔 大家有沒有聽懂 這裡面有人生哲學啊 就等於是你要一直換工作 才會漲工資 是不是 以前 還可以多學東西 其實 其實我是覺得 年輕的時候 然後 看多一點 看多一點 不同的地方 你到你去 有一間 你發現 它可以給你 給你智慧 還是那裡有很多東西學 覺得值得留在這個地方 一段時間去 留在這個地方去 去發揮啊 去學東西啊 如果你是一直換也沒有用 對啊 因為等於是每換一個地方要認真學習 對 後來很像我這十幾年之後 應該差不多後來這二十年 我就是兩三年 還是很多年 我才會 才會換工作 要不然我都是 比較 我都 工作比較穩定 就漸漸漸漸漸 年紀漸漸 之後 工作就變得很穩定 還有就是 他的所學也可以 繼續發揮出來 除了學還可以發揮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這段廣告 再回到節目現場 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啊 聽得懂嗎 謝謝 來過來 謝謝你 你帶我帶得好 我要這樣講 我要你一直聊天 我真的不太會講話 怎麼會 你這麼帥 帥師傅 你很像前 星期四 那個非凡來訪問 非凡來訪問之後 他一直跟我講什麼 我都沒辦法 沒辦法好好的講 好 來沒關係 我們就直接聊天 就當聊天 我是王瑞瑤 您所收聽的是 中廣流行網 超級美食家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專程從台中 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 現場 非常有名 非常好吃 很多人都一直吵著 要帶我跟保師傅去吃的 金月軒的行政總廚 黃志龍 黃師傅 黃師傅是從香港來台灣喔 才來多少 七年不到 對不對 六七年 七年才不到 一來台灣 就在金月軒 我是很佩服你啦 因為黃師傅 老實講 香港師傅被 從香港挖來 其實他們 就像你年輕的時候一樣 他們也會跳來跳去 因為很搶手 可是你居然在金月軒 一待七年 還蠻佩服你的喔 因為我在首爾的時候 我是覺得 為什麼我那時候 為什麼會離開首爾呢 我是覺得 首爾的工作環境是很舒服 很 是在飯店裡嗎 還是獨立飯店 飯店裡面 一個在那個 一個Indocon Hotel 那是周知飯店 另外一個是先拿飯店 但是其實在那邊 工作是很輕鬆的 其實沒有什麼壓力 所以好嗎 好就好 但是 其實發揮空間 其實有聲 因為我們 我們會聽 因為在那邊 很多人 但是 講 沒辦法跟這些 老闆啊 這些什麼溝通 韓國人講話 對 還有他們 韓國人一定是 會 說真的 他會主動 主要他一定是 韓國人去 所有管理 我們是來叫東西 來 發展的 發展的 方向不一樣 我們來到台灣 不一樣 是因為我們老闆 願意給我們機會 你老闆是誰啊 我只知道 在台中有好多 我不知道他原來 是不是做餐飲的 他到底是誰 也讓我們認識一下 他是 我老闆是 就是 教學的 他是華盛頓 台中華盛頓的董事長 他是 中學 小學 幼稚園 補習班的 為什麼會投資餐飲 他為什麼會喜歡你 為什麼挖你走呢 因為他認識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介紹 介紹我給他認識 然後 那天我們就 我就從 我就跟我的朋友 他就從香港 我就從首爾 然後 還有一個 削辣師傅 也是以前跟我一起 在首爾 所以你也帶了一個 對 我們從公司 哪個時候 總共是七個人來 七個人 七個廚師 七個香港師傅 但是現在是六個啦 六個 因為後來沒有 覺得應付得來 我要認識你們 華盛頓 這個教學系統的董事長 哇 他一口氣挖了一個團隊來 不是只有找你來而已喔 難怪我們愛吃的朋友說 你們的菜做得極好 我就想說 極好 在台北 難道台中會做得比台北好嗎 因為 我的問號是這樣 第一 我們 他 他給我們 這個機會 就是 那個時候來看 我其實也很擔心 來到台灣 台中 沒有 感覺沒有 比這個 沒有台北那麼繁榮 對啊 我就覺得 這個消費能力 可以嗎 還是可以嗎 還是怎麼樣的 後來 剛剛開始 我們也很擔心 也不知道 說打工的心態來 等一下 我先問一下黃師傅 之前你有來過台灣嗎 之前沒有 你之前從來沒有來過台灣 之前沒有 你之前也沒有朋友 在台灣的餐廳公開 你有來看看 有 你有朋友 但是我之前沒有來過台灣工作 然後那個時候 你膽子那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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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 我之前 我最受了工作 還是我 我都 我的 好朋友 前輩 他都 介紹我 要不要去哪裡 要不要去哪裡 這樣工作的 然後那個時候 本來我是 不來這裡 是來 去北京的 所以等於是 同時間 同時間 還有別的工作可以選擇 對 那個時候我是 答應了北京 但是後來 就是他們 他們 習近平上台 有些 有些 很多的 字都 都不一樣了 那你也沒有去過北京 你怎麼知道 我有去過北京 你有去過 我有去看過 有帶過一陣子 但是我不是在這裡工作 然後我就 我就 後來我就 就 答應這個 這個投資 然後 答應他 又過去 但是後來 他說 他要先 先停著 然後我就想 那這樣吧 那我又別的 我就 那我想知道黃師傅 你在台北的好朋友 廚師好朋友是誰 以前 以前是 就是 陳維祥師傅 陳維祥就是 以前大倉飯店 後來去台中發展 我知道陳維祥師傅 他已經離開了 他現在在新加坡 這個陳維祥 對 然後還有 楊華茲 哦 楊師傅 對 楊華茲 還有一些 有幾個都是飯店的 有一個叫王正 嗯哼 我不知道 還有 那個 阿基斯 這個叫什麼 阿基斯的茶樓 這個叫 鍾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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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他的師父 就是 陳師傅 陳什麼 所以等於是 所以等於是 黃師傅 你有認識年輕的 又有認識老的 在台灣的廚師朋友 對不對 那所以他們怎麼跟你介紹 台灣的工作環境 工作環境 其實 其實 大約跟你 大約跟你講 但是 大家那個時候都不看 有很多 以前我找過一個師父 想來幫我 幫我的 他 但是他後來他沒有過來 怕對不對 怕是台語 會怕 會怕 我知道 我聽得懂 他後來沒有來 他是台北的飯店的 點心主廚 對 他本來要來的 但是後來他不敢過來 結果 結果 我拿走 因為也是 陳師傅介紹我們的 然後他們也看見 一間兩百多個座位的餐廳 要用 兩百多個座位 很多人的 等一下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 聽眾朋友現在一定充滿好奇 我也充滿好奇 可是要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大家回來 來 等一下 直接開始 來 我是王瑞瑤 您所收聽的是 中廣流行網 超級美食家 我們今天節目現場很高興邀請 金月軒行政主廚 黃志龍 如果聽眾朋友 現在住在台中 還是你是老饕 絕對會知道這家 做得非常好的 粵菜餐廳 黃主廚 現在在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大家聊天 剛剛聽到黃主廚來到台灣 聽眾朋友有沒有一種 覺得在扮賭博的感覺 可是我自己其實更好奇的是 黃師傅 然後你來到台灣要帶七 等於是你要帶七組人的廚師團隊 他們各負責什麼 即使知道這個餐廳很大 這個餐廳有兩百個人的座位 對不對 兩百多個 坐滿是兩百人 這七個主廚各自負責什麼東西 我們有一個點心主廚 點心主廚 點心主廚 另外 烤拉 有一個烤拉的 這都是專門的 專門的 另外我自己本身 我在粵菜那邊 然後 另外我身邊有一個師父 就是 副主廚類似的 還有二廚 二廚 然後砧板有一個主 也是主管 砧板 砧板 砧板切東西 砧板那邊有一個 砧板那邊有一個 那家茶餐廳叫什麼名字 金苑 金苑茶餐廳 金苑茶餐廳 對不對 那所以 等一下為什麼主廚 你不能單槍匹馬來台灣 然後再來找台灣的主廚呢 不行 不是 做菜的手法 邏輯 料理方式都不一樣 我是這樣講 台灣 台灣 來到台灣 跟大家合作都非常非常開心 但是如果想 那個 那個餐廳更快 更快 更有節奏 上線 去上軌道 去上軌道 是 應該要用的人才 應該要用的人手 是應該要配進來的 這樣才會更快 還有 台灣 台灣要煮香港菜 它 沒問題 但是 始終煮出來 可能會有差 差別一點 口味的道地 對 始終會有差別 它也要跟我們一起合作 慢慢磨合 才可以 才可以 每一樣東西都可以 現在都很接近我們的 黃師傅 你覺得我們台灣的餐飲水準 我們這些餐飲人才的水準如何 我是覺得 覺得不錯 因為說真的 現在台灣 我告訴你香港 香港 新加坡 香港好像澳門 澳門 澳門 大陸 現在都 開始的餐飲的人都比較 應該說 香港澳門的人都比較 年紀比較大 對 然後都沒有人願意做 真的還假的 有斷層了嗎 在香港 香港澳門都斷層 我跟你講 可是這個味道是不一樣的 不是 他年輕的尊愛的心態不一樣 也沒有太多人願意去 認真去嗎 沒有太多人願意去走到餐飲這個 因為太辛苦了 因為香港 香港 之前就開始有最低的工錢 工資 最低工資的標準 他就不一定要做廚師 我做別的我都有這個工資 我幹嘛要學辛苦的做 所以你自己也覺得 香港跟澳門的美食 出現斷層了對不對 你自己都有 香港比較厲害 因為香港 因為我自己的朋友 我自己的家 我自己的朋友 全部都在哪裡 他們就好像 要照 忍受 香港現在的忍受也比較少 然後 想找到適合的人才也不多 因為老實講 我對於中華料理在台灣 不只是粵菜 我覺得對於早期 就是1949年 來到台灣的那一批 比如說有山東菜 有江浙菜 有四川菜 甚至有淮陽菜的這些師傅 也都是像剛剛黃師傅一樣 這個老的味道都慢慢不見了 不見的原因就是因為沒有人要學 沒有人承接 沒有人承接 可是因為粵菜來到台灣 又是另外一種年代 跟1949年無關 就是跟國民政府遷台無關 因為香港師傅來到台灣 有一批大概是20年前來的 都是高薪挖來 我不知道這次黃師傅 是不是也是被高薪挖來 可是香港師傅來到台灣 他們你們都有自己的一套 就等於是你們自己有自己的團體 我都比較少看到有台灣師傅融入在裡面 我是很高興聽到你告訴我說 台灣的這些廚師也都慢慢慢慢學習了 你們的技法 然後也可以承接的上 這是我聽到我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說真的 我們香港師傅來幾個人 我們只有一雙手 就算我 24小時不睡覺 怎樣的 你一個怎麼厲害的人 也要別人一起跟你幫忙 才會租得好的出來 我們加起來裡面那一場 就是三個部門 加起來三十幾個人 哈哈 所以等於是要大家合力啦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一定要 要就是不計較 我們帶著頭跟他一起做 他們才會願意跟著你做 有沒有聽到 我都覺得聽起來 我都覺得很棒 大家不是在用小團體的方式來做事 我們今天回到了我們的料理 因為聽眾朋友 大家在聊這個師傅 聽聽看這個師傅 就知道他做菜是什麼樣子 到底有沒有很認真 值不值得去給他高官跟品嘗 因為今天呢 剛剛給大家看了第一道菜 第一道菜呢 金箔燕翼 然後等一下 幽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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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用簡單的講法 它其實呢 就是炒鮮奶 蛋白鮮奶 然後呢 上面是炒燕窩 我要問一下 燕窩難炒嗎 通常人家燕窩都吃湯的 不會啊 燕窩 燕窩是我們 我們拋 就是隔天拋 然後拋水 然後第二天 再把它用水去發好 要備用而已啊 其實燕窩 燕窩其實蠻好 有味道嗎 你炒的燕窩有味道嗎 有啦 我有放點味道 對不對 等於 用高湯嗎 小小 小小對不對 可是呢 第二道菜更驚人 第二道菜呢 我給大家看 你表面上看到的是龍蝦 可是呢 黃師傅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 一點也沒有隨便 因為呢 他今天呢 為了要帶這兩道菜 帶來的紙盒超過十盒 因為呢 裡面有很多很多配件 這道是什麼菜 這個是 XO醬 橘龍蝦衣麵 XO醬橘龍蝦衣麵 XO醬 XO醬也自己做嗎 自己做的 天啊 你們等於什麼東西都自己做 然後這道菜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XO醬 然後還可以看到這個是波士頓龍蝦嗎 波士頓 波士頓 然後旁邊有衣麵 然後呢 他把它裝飾的好美喔 這裡面有食用花卉 這裡面還有開婆的豆夾 還有蔥之類的 就等於是做菜 還有淋上去的醬汁啦 對不對 嗯哼 為什麼帶這兩道菜來給我們看 我們要先休息一下近段廣告 教聽眾朋友在吃粵菜的時候 怎麼樣才可以吃出粵菜師傅的 真功夫 休息一下 我來 還有幾段 兩段 好來 我是王瑞瑤 您所收聽的是中廣流行網 超級美食家 聽眾朋友有沒有發現 超級美食家最近邀請了好多餐廳 來跟大家介紹 不光是主廚自己親自介紹 也帶了一些招牌菜來 就是希望聽眾朋友即使面對現在疫情 進入了一種緊張的狀態 不要不要 不要減少 不要大量減少你的消費力 因為這個跟台灣的經濟有關係 找機會還是要出去吃吃 找機會還是要出去喝喝玩玩 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的是 台中金月軒的行政總廚黃志龍 來跟大家聊他自己 來跟大家聊菜 好我們先來介紹這道XO醬 因為這道菜好香喔 這道菜其實離我很遠 我都可以聞到這道菜的味道 我們來聊一下這道XO醬龍蝦衣麵 你為什麼師傅你今天帶這道菜上來 龍蝦欸 龍蝦你今天就算坐高鐵已經兩個小時了對不對 我七點鐘回公司做的 然後就帶過來了 呵呵七點鐘回公司做菜 然後帶進我們超級美食家 通常呢這道菜呢是很多師傅 還是很多粵菜館子 常見的菜 可是做的好跟不好差蠻多的耶 其實龍蝦最重要 說真的 你把它殺完之後 要活 我的龍蝦 然後把它殺完之後 洗乾淨之後 要看你做什麼料理 很像我做這個時候這樣的 我拍小小太白粉不能太多 然後去 沒有豐富的 油溫要高 然後把它炸一炸 然後 過油 然後時間不要太長 油溫高 速度快 不是 就是不要讓它 肉變老 就是 然後再煮的時候 收汁的時候 不要煮過火 然後裡面的肉才會 就算外帶都這裡 你等一下吃 也會覺得龍蝦肉是嫩的 然後 然後 XO醬 加 E面 加 那個龍蝦一直吃 它也不會說 我XO醬一定會 變得很 XO醬 你感覺就會很鹹 但是不會 很香味 因為你調味的時候 如果剛剛好的 加香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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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湯 然後 雞粉 糖 蠔油 這樣去收 你不要 收汁的時候 不要 調味 不要過 因為XO醬已經有本身的味道 不要再放大中的味道去收 它味道會很好 很巧妙 而且呢 這道菜呢 它主要的調味料是XO醬 可是呢 如果聽眾朋友追上我們超級美食家的直播 就知道呢 它沒有看起來髒髒碎碎的 對不對 有時候XO醬 很巧妙 調味很巧妙 XO醬都是自己親手做 我們也是自己裝一瓶一瓶自己賣的 蛤 真的嗎 它沒有自己的XO醬 因為每一個粵菜師傅都有自己的XO醬配方 對不對 然後其實它還是要靠它的選料好 才會有好的味道 因為XO醬很像佛跳牆 我自己都這樣覺得 對不對 有很多種材料要混雜在一起 那如果有雜料的話 其實就不會好吃 不過這龍蝦一直吸引我的目光 害我都不能夠專心問問題 好啦 我要問一下黃師傅 黃師傅 我剛剛有問了一下黃師傅 黃師傅說 他知道有米其林密探來他的餐廳了啦 等於是呢 黃師傅至少至少在台中的米其林指南裡面 你們家應該有餐盤的推薦了 因為這個可能是最基本的 可是呢黃師傅 你們會不會因為米其林去了台中 你們比較緊張會不會 你們對米其林有一些期待嗎 你自己有一些要求嗎 因為米其林在香港已經超過十年了 對不對 我是覺得米其林 因為很早之前已經聽很多前輩 很多米其家他們都說 哦 台中要快遊米其林 米其林 你在香港的時候有遭遇過米其林嗎 你做的餐廳 我做香港的時候 都沒有 年輕的時候都沒有 那你怎麼看米其林 米其林當然是評價一個餐廳 很多就是他的服務外觀美食 全方位 全部的東西去結合很多的因素 去結合把這個餐廳定位 就是他的教育地這樣 然後說真的 我們也希望 他來到的時候 是覺得美國餐廳 高興的 美國餐廳都希望 自己的工作的地方 會得到米其林的肯定 所以大家都很努力 再去 這樣是更好的 讓大家都覺得 做餐廳不只是做東西 還可以更好 還可以比較 這樣也是很好的 我自己不管 我其實是不管米其林 選出在台中是什麼餐廳 我覺得我對於台中 跟台北的態度 是不一樣的 就比如說對於台北的米其林 我會希望他們能夠 很公正的選出來 可是我覺得米其林到了台中 我覺得是讓更多人 讓更多人可以聚焦台中的餐飲 因為老實講呢 從台北還是從高雄 坐高鐵去台中 其實都很近 對不對 距離其實都很近 然後呢 都希望大家呢 能夠更認識台灣這塊土地 認真做菜的人 跟認真做菜的主廚 我覺得還蠻開心 對不對 就是透過這個方式 讓大家能夠更多人 看見台中 我覺得跟台北不一樣 因為大家來到台灣 很多觀光客來到台灣 一定有看到台北啊 對不對 所以我自己都在想說 黃師傅米其林的密探 去到你們餐廳了 好好喔 你們會不會很緊張 你們老闆是什麼態度 老闆說真的 說真的 希望 希望餐廳有的都更多肯定 說真的 但是 更多客人啊 更多客人 也是想公司更多人認識 因為有時候 美其林就是有幫助 讓更多人推 就是這個推薦你這個餐廳 更多人知道 那就是觀光智能啊 對啊 所以當然希望 希望 每個餐廳都希望 有 有被他推薦啊 這樣的 說真的 說真的 每個經營者 每個廚師 每個員工都希望自己 被 被 被看見 被肯定 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 美國應該有 有 心態 這個心態是應該非常好的 正常 對吧 沒有錯 好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這段廣告 再來跟大家介紹 去今月宣到底要吃什麼好菜 除了我們今天現場的兩道之外 休息一下大家 好 最後一段 好來 好準備來了 3 2 我是王瑞瑤 您所收聽的是中廣流行網 超級美食家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邀請到台中 粵菜做得非常好 不斷有人跟我推薦的 金月宣行政主總廚 黃志龍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 黃主廚 你剛剛用手機 秀了一張菜單給我看 請問一下去金月宣 什麼一定要點 什麼我一定要吃 除了我們現場的這兩道 這兩道一定要吃對不對 其實燒辣 例如燒辣 燒辣 燒辣來講 我們炊皮燒肉 炊皮燒肉 炊皮燒肉 烤鴨 這些都是他們 他們來都一定點的 因為其實燒辣師傅 有燒辣師傅自己的專業 對 有的餐廳其實燒辣師傅很好的話 你知道大家就好愛 你知道這些一開始的前菜 我們燒辣也會做很多錢 拆出來 然後 有時候我們也要做拼盤 拼盤 拼盤裡面就是 你喜歡不同的 可能燒肉啊 燒鵝啊 然後還是要加些 蘆味啊 這樣拼的也可以 是甚麼東西我一定要吃 剛剛其實有講脆皮 燒肉燒肉 燒肉燒肉要吃 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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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這個師傅也是 我跟他在手耳 一直六七年 然後被我挖過來 跟着你一起 兩個人一起 併天作戰 他也是我的好前輩 我也是很尊重他的 雖然我現在年紀比較少 但是來這裡我叫他過來 他也是非常 大家都不只是同事 還是很好的朋友 我為什麼剛剛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說我很佩服黃師傅在金月璇 一待就待六七年之久了 因為其實有很多從其他國家找來的這些粵菜師傅 其實跳槽很容易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人吃了你的菜之後 就要把你挖走 然後其實大家也知道有很多名廚 都是以跳槽聞名 就這邊跳那邊跳 可是沒有想到你的團隊 即使你一開始帶來是七人 現在只有六人 可是都還在 他們都還在 都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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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這些人 因為大家 因為我們也是求財若渴 很多餐廳的老闆 也一直都在找好的廚師 因為其實 其實我說真的 一個餐廳如果人是真想挖 也會影響一些 還有就是不專心做事 一個廚師去好多地方 也是會不太對這個餐廳來講 會不太有些可能猜師方面 可能會不夠 如果可以找到好的去撩住他們 這樣餐廳的水準會更穩定 好 所以剛剛的黃之龍師傅介紹 我們有沙拉要吃 好 有沒有 大家要點燒鵝 然後要點脆皮 脆皮燒肉 脆皮燒肉 脆皮燒肉做好吃好吃 它都是每天現做的 每天烤的 每天烤 好 然後除了之外 我自己其實很喜歡吃點心 我們點心也差不多有六十幾樣 而且你們因為點心做的好的關係 也成立了另外一個專賣點心 也是茶餐廳 那邊的點心也是從我們這邊包 當天包然後再送過去 那我還是要去今月選吃 我要吃現包現蒸 什麼點心好吃 來介紹 一定要吃 蝦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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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經典的點心 然後黑松露野豚餃 這個現在是很流行的 這個我們師傅做的 因為客人吃過一定會再點 一定會再追加 一定會再點 對 然後還有一些 因為我們點心其實蠻多的 六十幾種 六十幾種 什麼都有做 有 其實 腸粉有 什麼 基本上你 在香港 喝茶的我們都有 真的還假的 對 然後我們 有很傳統的嗎 我們最傳統是什麼呢 我們最傳統是 我們有早茶 早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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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星期六 美國星期六的星期天 早茶 早上飲茶 不會有人有供應這個 因為通常都是中午才有 八點 星期六的八點 就開始了 好好喔 我們我們都 那個時候我剛來的時候 我聽老闆提議 她覺得 咦 沒有人會早上那麼早起來 因為香港 香港的公公伯伯婆婆 他們都 早上七點就去茶樓 對 然後自己 看報紙 自己沖茶 自己去拿個茶壺 幫茶葉 然後去沖熱水 然後就點點心 慢慢吃喔 一中兩件就是這樣來的 一中兩件 就是她一壺 就是點那個 一壺茶 點個飯 點兩個 點心 然後坐著看包子一整天 一個早上就在這裡 消磨這個時間 其實我好羨慕喔 我以前去香港採訪的時候 去了一家很老很老的酒樓 在中環 連香樓吧 對 就是連香樓 然後我都覺得好奇怪 這些人都不吃東西 怎麼都 而且都並桌喔 對啊 都沒關係啦 都不吃東西並桌 都一直在看報紙 對啊 我們是拼命搶東西吃 那個生活的態度是不一樣 不一樣 很悠閒 對 她就是 早上的 你 為什麼走茶這個風氣 就是 就是這些老人家他們 他們 他們中午的時候 他們就 做別的事情啊 去 可能去公園啊 就吃一頓 早餐一頓 他們走 因為 雙年之的都會 早起 對 早睡 所以早上他們 他們這樣 那個 那個 就是 他們住在一起 這樣 不認識的也沒關係 可能不認識 大家都坐在一起 但是也會 精神看到 你是誰啊 就可以打招呼 這是一個社交的一個形式 對啊 好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其實現在時間已經都不夠了 聽眾朋友我們會繼續 在超級美食家的臉書粉絲專頁 PO出金月軒的一些好菜給大家介紹 謝謝 黃志龍 黃師傅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